若有两点坐标在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图形上 那么要求A的值和B的值 我们可以知道在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图形上 也就代表说这两个坐标 他们的X坐标及Y坐标刚好会满足方程式 所以呢我们就将A1他的X坐标及Y坐标 依序带入到方程式里面 所以方程式将会被改写为-2A加3乘以1会等于5 整理一下-2A加3等于5 也就代表-2A会等于2 那么A就解出来了等于-1 接着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点的坐标 我们将X等于2Y等于B带入到方程式中 我们将会得到-2乘以2加3乘以B 会等于5 整理一下-4加3B等于5 所以3B会等于正9 也就是说B的值为3 所以这一题两个答案我们都找到了 A的值为-1 B的值为正3 是5-4加3都的值为-13光